今天好好吃呢我们带您品尝蔬菜羊肉锅 把苦瓜芦笋还有郁寒的老姜呢都加进了羊肉炉里 就不用加调味料汤头就非常的清澈又干甜 而且冬天吃非常暖身 这个是姜麻养生锅 里面有炒果有红枣枸杞 还有最主要就是用姜去熬成的 老板端出冬季应景的火锅 冷冷的天气里想要驱寒 不用吃姜母鸭也可以 这新推出的姜母火锅姜母汤底 火锅料想吃什么就加什么 这位小姐拿起肉片在锅里头断个几下 吃进嘴里味道感觉很不一样 他最早放了姜可是那个味道没有很浓 他吃起来又很软和很好吃 很像普通的那个火锅很油腻很清淡 那吃起来很舒服 不怕拿姜熬煮的汤底会太麻辣 老板的独门秘方就是加了中药材 来降低姜片刺激的口感 这切的厚厚的姜片跟药材一起熬煮 二十分钟才够味 煮出来的汤底顺口又不油腻 风味独特 推出来以后大受好评 记者吴兆青标例报导 好 好